我們看期貨即將也要做收盤 從台北股市加權指數的K線 做觀察 這個在歲末年終最後倒數 這三個交易日 就是345這三天 黨本放大 這個低檔的紅三兵 指數直接來挑戰季線的反壓 10649 就是最後末端這個紅三兵 我們怎麼做年終的一個觀察 特別是一月行情 在結完帳之後 特別是台幣 亞洲貨幣 都大幅升值格當中 我們講坦克宜 因為我們看期貨現在收盤了 期貨中場是上漲72點 來到10636 所以基本上是小幅的逆價差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大盤 我們常常提到 從價差角度 小幅逆價差 通常代表這個按照過去的經驗 這跟課本不一樣 是大戶在做多 在期貨做些許的避險 產生的逆價差 所以怎麼展望下週 全新的2018年行情 坦克宜 對 這次其實在 明年的行情裡面 其實在最後這幾天 有露出一些玄機 我們剛剛來看大盤 大盤的話出現一個 K線連續三根紅棒 剛剛試過提到紅三冰 可是我們來看這個細節 你會發現 我們來看電子類股指數的話 你會看到其實電子類股指數 還是在一個整理區沒有很明顯 但是誰把大盤拉出紅三冰 我們來看樹化類股指數 這裡的話其實最近的樹化類股指數 我們來看把它時間拉長 它持續創造一個波段高點 所以說其實在12月部分 其實主工部隊變成了在樹化的區塊 樹化當然就連動了整個原物料 甚至是石油的部分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明年的主軸的話 會在整個石油上 原物料 原物料上面 所以說以石油作為觀察指標 當然世光上次有討論到 就是彭總裁除了擔心的是匯率 他擔心的是通膨 通膨的話明年石油起來的時候 通膨可能會開始壓抑起來 但是他已經 謝謝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原物料 像包括像紫薑的價格 最近其實紫類漲得蠻兇的 紫薑價格也是持續的狂飆 包括了很多基本金屬 像銅 銅一直漲 對一直漲 像原油 其實官媒原油價格漲 這個通膨來了 因為我們看到光是最近加油 像這個95 98都快30塊錢了 事實上這個油價 這個所有原物料都在漲 對 都在漲 所以明年通膨壓力 會開始更明顯 因為這是一個拐點的角度的問題 所以這裡我們先來看權政 我們先來看數化股好了 我們先看1301的權政 原本我們要找的是 這個6505的台數化的權政 但這裡因為好像沒有發行權政 所以我們變成 我們要來看這個1301的台數 為什麼要講台數 因為大家知道 因為台灣的這個數化類股 比較像是在中油區段 就是數化產業鏈裡面的中油 那上油的話 其實還是控制在原油的報價手上 台塑很特別 台塑集團 觀眾朋友這台灣之光 全球前十大的石化廠商 只有台塑沒有挖石油 它是在中間做 就跟坦克內提到的 對 做這個加工跟買賣而已 所以基本上前十大石化廠當中 只有台塑是唯一一家前十大 世界前十大石化廠 不挖石油的工資 對 然後發現說 因為它上油有台塑化 供應它石油的部分 所以說它有原料的優勢 所以這個的話其實 明年的話如果油價往上走 這邊的話我們認為說 整個台塑集團的部分 我們用台塑當作一個指標 那值得一提的是什麼 就是明年一月份 第一季的時候 它的銅業 PVC相關的銅業會稅修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 值得我們在這個位置 雖然說有點突破 可是我們把時間拉長 你會發現它這個突破平台整理 昨天做一個甩叫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點 突破整理之後 昨天一個甩叫之後 再往上攻 所以這裡的話 它的全鎮就可以做一個觀察 那我們來看全鎮 這裡其實像今天量最大的前兩檔 我覺得非常可以關注 第一張066 464 元大發行明年6月份到期的 這個台塑的全鎮 旅約價是100 目前略微的價外一些 而且到期天數很長 182點 剛發行 對 剛發行不久 所以這裡的話 它有1.5塊附近 這部可以做一個比較 中線的一個觀察 那另外的話 這一檔就比較值得 短線上來做操作 日勝 對 日勝發行 066 510 日勝發行明年3月份到期的 因為它3月份到期 大家不要忘記 2月份有一個過年 所以實際上的作戰天數 不會那麼多 但是因為你看執行比例0.2 然後旅約價95 已經在略微的價內一部分 91塊 91塊其實一部分 91天 91天雖然代表說 第一個時間沒有很多 但是你付出的時間價值 也不會太多 又價內 對 又價內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兩檔都在1500 一塊五福建 因為事實上 你看它等於五張換一張 它的這個執行比例是0.2 所以對於五張日勝的 這個明年3月到期的066 510 五張權陣 表彰一張個股的權利 但各位注意到 它的天數 剛剛坦克也提到 比較短 甚至91天 其實大概破100天 就算是比較短一點點的權陣 時間價值會快速 就要稍微留意 但因為它是價內 所以基本上 這個花大概8千塊不到 來等於取代一張台塑的公價變化 就用第一季的話 佈局整個同業稅修之後 油價往上漲 然後相關的原物料報價 往上漲的這個行情 我們覺得這部分可以做一個追蹤 好 這是塑化股的部分 那其他族群包括原物料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原油的行情的發展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 2018會不會是一個 原物料的時代 當然資金就要敲敲盤 當通膨起來利率升高 像電子業這種可能 財務槓桿比較高的行業 可能就有一些變化了 對 電子業其實 明年的話也蠻辛苦的 因為一個部分就是通膨的壓力 整個原料的報價 原料的成本會拉高 第二個區塊是什麼 剛剛次光第一段有提到 就台幣的部分 其實它的第四季的財報 通常有會損的一個考量在 所以也不會太好看 在這兩個前提之下 其實電子股這裡 我們還是要觀察 資金的流向 像全震的部分我們先來看 像2337的望虹 今天出現了它要擴產 宣布說明年的資本支出 要跟今年差不多 它要做一個增加產能 但是這遇到一個狀況很有趣 因為它會遇到 報價鬆動的現象 怎麼說就是 剛好你的產能開出來 但是產品的價格 開始可能會跌 為什麼 有兩個原因 因為我們知道 望虹是做No Flash的部分 但現在傳出來 第一個No Flash為什麼會漲 傳出來說一部分是因為 遊戲機的需求 就是任天堂的Switch 但簡單來說 Switch現在說 我們現在要用東芝的NetFlash 不是用No Flash 要用NetFlash 變成需求不增反檢的現象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更有趣 因為先前不是說 OLED AMOLED的部分 也要用No Flash來做記憶嗎 但是現在傳出來說 隨著製程變於成熟之後 這個部分也開始慢慢的要拿掉 所以說你會發現 在明年的話 No Flash一部分 遊戲機不用了 一部分面板不用了 所以今年其實炒作 整個拉台上來 主要是靠著一些 比較原本沒有預期到的需求的部分 開始可能會有一些扭轉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望虹趁最近反彈的過程 我們可以來觀察他的認售權證 像這個05877P 原大發行明年5月份到期的認售權證 因為他履月價大概42.5元 現在還在略微的價外一些 在5%多 正常150一天 這裡的話 其實因為1塊多的價位 重點是在明年如果說 真的第一季出現一個 爆價鬆動的現象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部分的 獲得一個好處 因為往下看一下這個05941P 群議發行明年6月份到期的 也是一樣認售權證 因為他執行比比較高 0.2 然後有約價大概45塊 已經在價平附近 這個區塊其實也可以做觀察 因為現在變成說 本線上因為資金還是很多 所以是免底有作戰的可能性 所以短線上會一些反彈 但明年第一季的話 當整個原物料開始波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整個多空的分解 是只從網紅做觀察 還有第三檔我們怎麼看 第三檔的話 其實回到剛剛世光提到的 先前我們討論非常久的 這個華通 我們先看華通的K線好了 華通其實最近其實 因為也是跟通膨有關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華通做PCB的 PCB的上游是什麼 第一個是銅 銅的價格一直漲 我們舉個例子 銅在漲的時候 其實就是銅箔機板 跟這個PCB的業者 成本會墊高 那加上先前傳出來說 整個大陸飛瓶陣營 跟蘋果手機的出貨量 都要下求 所以你會遇到一個情況就是 終端需求減少 然後上游成本增加 你轉嫁不出去的結果 我們看到 股價其實已經提前反應了 銅價漲的時候 其實它就跟銅 其實這一個伏業蠻大 已經把52塊丟到38塊 今天其實比較關鍵是因為 我們來看 這是一個景線 跌破之後 這兩天呈現一個反彈 去測這個景線 今天直接往下開 所以這個邏輯底下 我們覺得說 我們把時間拉長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在今年一整年 華通從20塊 再把它拉長一點 我記得是 對 大概是18 19附近 往上漲 在漲了大概 兩倍多的過程之中 做一個修正 現在才跌破景線而已 有沒有可能這樣往下探 我覺得有佈局的空間 所以這裡我們回來看全鎮 像2313的華通 景線位置 因為已經有很跌破 岌岌可危的話 我們來看它的認售全鎮 像055 94批 國泰發行 明年6月份到期的全鎮 對 還有150幾天 目前的話 因為執行比例0.2 旅約價39.41 略為價外一些 像這一檔056 38批 元大發行 明年5月份到期的全鎮 剩餘只有一百三幾天 目前是在價平附近 所以這兩檔的話 你可以等同於現股的方式 應該說 應該價外一點點 或是是價平 這部分其實在合理的空間之內 我們可以用等同於現股的方式 來做一個向下操作 明年選股會不會出現大的變化 我們就要觀察 因為整個時空環境 第一個包括像葉倫 像彭凱南 這一個四代的央行總裁都要退位 取而代之的 會不會從原來相對鴿派變為鷹派 因為現在升息跟緊縮循環出現了 這個升息跟緊縮循環 我們看到原物料價格 開始慢慢受到了一些刺激 你看這個比特幣 能夠飆成這樣子 你看Tesla能夠 變成這個樣子 基本上你看到 所以很多原物料價格 現在至今慢慢回籠 所以最近這個原物料 普遍走漲的一個發展要觀察 再加上因為美元轉落 更給原物料帶來一個 準金融貨幣的一個價值體現 我們來觀察一下 因為下禮拜 原來年假期之後 我們就看到台北股市 因為台北股市今天扣抵到季限 10649 可是下禮拜大概到下半週 就要扣到 扣抵只要扣到10700點 所以其實下週 圓圓航行情能不能發動 還是在看外資的態度 因為外資其實休假期間 之前是賣的 所以賣完之後休假完不一定會做多 有可能會回來繼續賣 你看大力光可能只拔 回來之後繼續賣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們看到 剛剛提到油價 因為油價我們再跟大家補充 因為現在是頁岩油 大概不是說頁岩油會衝擊油價 但現在比較淺層的頁岩油要挖完了 所以說以後的話 其實要挖深的成本會增加 所以這個區塊的話 其實油價上漲的原因 其實還蠻多的 還有基礎建設 剛剛施光節目還有做到 所以其實整個拉動油價的題材 其實變多了 那還是說大力光做指標 對 大力光跟鴻海 因為這兩檔是外資賣下去 因為接大力光的反彈力道就很弱 因為好不容易佔回4000塊錢 可是似乎反彈的攻擊力道是有限 所以我們要持續觀察 下禮拜交易員回來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我們下回